每次外資什麼單日賣超 前幾大 第一大是哪裡 4月19號 單日賣超 第二大呢 就是前兩天 前兩天 對 982點那天 好來 第三大哪裡 20201月30 是疫情剛爆發那個時候 第四大是盤中跌1400點 那還不是最大賣超 所以那第四 那第五大呢 在2018年10月11 川普開啟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 我超喜歡大賣超 因為賣完 後面我們就閉著眼 等他回來買 每次外資大賣超 愛心他拿起來比 為什麼 他給你殺出甜甜價 是啊 如果要今天彎出我 怎麼樣 房子沒貸款 我再去怎麼樣 貸房貸來 貸房貸 然後怎麼樣 我有保單 還沒借的 我就給他借出來 你要懂得理財 就是借來投資 各位你邀請到永成國際投庫 陳建成分析師 陳山老師好 陳建好 來 口號扶起來 不貴 粉中求財富大自由 好 所以線上的好朋友 口號先刷起來 好 在線的好朋友們 今天台北股市 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氣氛 除了亮縮之外 老師從6月12號開始一個變月前 台股大概在22000 然後就一路狂飆到24400 然後再從24400開始一路往下 跌到今天又回到22200 來 各位 我們先回過頭來講 這一波台股很多權值股 或者大型股大漲 就是ETF 對不對 那你記得4月19號那時候 不是一堆人在 因為那時候不是那個嗎 4月19號一個大跌 跌了千點在盤中 然後在那個之前的話 3月底4月份 大家都在封 封ETF之亂嗎 那時候包括00從 919、929、939、940 大家都在封 好 來 這一波 你有人在問我說 那這一波為什麼在跌 對不對 在跌什麼 對 跌什麼 從24400 一樣是 一樣是跌它 一樣是跌它 所以 外資在砍ETF 外資砍ETF ETF裡面的成分股就要跟著跌 那你怎麼辦 那你怎麼辦 你很說手上有股票 有一些 有些 有這個 你的股票正好是ETF成分股的 來00940 有沒有 當時候一上市不是被人家賣什麼 對不對 487 對不對 987 對 94 對不對 到現在它還沒有回到10塊 那個3、4月的ETF之亂 有沒有看到 大家印象深刻吧 誰在賣 外資 不手軟的賣 老師要跌到什麼時候 看他們什麼時候不賣嗎 這個跌法就不是賞戶賣得動 一樣嘛 你看15萬張 這種就是 你們有看過一隻2萬張 6萬張 9萬張這樣在到貨 對不對 因為它到貨 那 投信就要跟著去到怎麼樣 裡面的股票 對不對 所以 它裡面的成分股 比如說 聯發科 最近被到很兇啊 那你們現在看聯發科上來了 對不對 今天的股票 有很多都是 開始往上拉 它就慢慢上來了 然後呢 這一檔裡面有誰 日月光 3711 有沒有 翻紅落 有沒有 是 所以 日月光會到1900 那 你的009、400你賺很多啊 可是最近的日月光 從上週五打跌停 有沒有 對 外 到這邊啊 那你去看 你去看這個時候 7月11號的00940 也就是太股指數 來到24004的時候 對不對 建立史信號 7月11號的00940 是不是相對在高檔 對 對不對 那你再來看這個地方 這地方 這地方搞不好是聯發科 果然啊 是不是聯發科 00940 我剛才給你看前一波的高點 是不是就在這裡 6月20號 是 對不對 準不準 準 準啊 原來一切都是ETF有的貨 這應該就叫做ETF之亂 當初3、4月的亂 然後延續到現在 成也銷河 敗也銷河 成也ETF 敗也ETF 成也銷河 敗也銷河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銷河是誰 是劉邦 劉邦當年 靠著銷河 給他出主意 有沒有 也來 所以才想 成也銷河 敗也銷河 因為銷河打勝仗 也因為銷河 對不對 搞死一堆工程 有沒有 所以成敗 都是同一人 那今天的大牌 成敗也都來 好啊 那就很簡單嘛 那就回過頭來看嘛 其實我們剛剛就是看00940嘛 那0050也是啊 有沒有 最近是不是都是在那個在賣 外資砍啊 對不對 外資砍啊 那0050當然跟誰有關 全值2330 全值最重的就是 2330 2330的台積電嘛 對 有沒有 是 好來 最高7月11對不對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7月11的 股價表現 就是創歷史新高 台股創歷史新高 然後台積電1080那一天 是不是 1080那一天 是不是像7月11 對 對嘛 就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說你要做0050 那你做台積電就好了 是 好你買ETF 那你就買台積電零股 意思都一樣 那你買00 00 00 940 我剛剛跟你講了 日月光 聯發科 那因為買不了那麼多支 那就買ETF 來 懂了 所以 難怪老師今天直接告訴大家 成也ETF 敗也ETF 有人跟我跌什麼 跌什麼 那我也不知道你股票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的手上是哪一支 那我只好跟你講啊 好啊 那你說老師什麼時候只跌 你看他 這一波不就是外資很急的去提款嗎 賣成那樣 對不對 他成的不手軟 有沒有 是啊 那你就看外資什麼時候回來 那外資回來了 比如說外資回來買00940了 那你裡面的幾十支成分股 也許你的手上股票 沒有大漲也許也會慢慢漲 是 有沒有 沒錯 懂了嗎 明白 老師 直接點醒 直接告訴大家 理由原因 那老師 那外資什麼時候要回來 要問外資啊 外資不是去放暑假了嗎 老師 我覺得差不多要回來了 差不多 有時候今天又30號了對不對 為什麼差不多要回來了 今天不是在 今天不是 有看到了 我跟你講 他賣不下去了 然後外面的利空又美了 因為這一波實在殺很快 對 對不對 就是半個月的時間 有人跟你講會到2萬點 那 現在在手2萬2 基本上 2萬4千4到2萬2都已經跌10%了 對啊 其實就一個指數來講 跌10%就已經很恐怖了 對不對 再下去 譬如說政府他如果不再去戶台積電 他給他放手 那如果 一殺下去 信心崩潰了 然後又動資斷頭了 那後面根本連房市都沒救你知道嗎 因為最近一堆人 去買搶房子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本來你買房子 你有預算有錢 但是 結果你把你的工程款給虧掉了 哇 這個到時候就會發生 你們現在看 預售案 跟你講說完銷完銷 那是完銷不代表最後工程款給你繳到最後 對不對 我繳不起來 我不要了 或者我繳一繳 怎麼樣 我繳不下去了 我繳不下去了 然後呢 發現原來是怎麼樣 不是 剛需 而是炒作 對 投資客 你們都明明要夠 房地毯斷頭的時候對不對 中國現在就是房地毯斷頭 什麼意思叫斷頭 因為你現在買房子是不是自備八成 你自備兩成就好 對 你可以代八成 對 所以你到交屋前 你是不是這兩成 你就怎麼樣 你就是 分譬如說蓋兩年三年 那工程款 你就分開來對不對 然後剩下你要去繳那 那八成的錢 你要跟銀行辦房貸對不對 我們台灣是因為 這幾年來 政府把它控制得很好 長期低利率對不對 現在輪到中國低利率了 中國現在利率已經壓到3了 我們現在是2點多對不對 哇 我們跟中國要黃金交叉 那我們的利率就要高起來 因為我們東西我們在通膨啊 對 我們在通膨 我們的利率就會高起來了 是 對不對 那如果高起來 那高起來 你的那個利息壓力會越來越高 我們現在是看到賺到錢的沒錯 那假設股市來歷是崩盤 那就會斷頭 一千萬的房子如果跌低於800萬 一千萬的房子如果跌低於800萬 因為你自備8 你就是自備2成嘛 對 可是你到了要交屋的時候 你發現 一千萬的房子已經剩不到800的時候 我幹嘛交屋 200我賠給你啊 因為我在市場上 我可能用700我就可以買到了 我反過來我還可以省 還可以省100萬 我這樣懂 我講你懂嗎 懂 我這樣講你懂嗎 懂 明白 那所以到時候就會有 對 導播把我剛剛講的 把他文字化放上來 是 假設你在預售你買一千萬 對 四倍兩百 對 四倍兩百 貸800 貸800 對 可是萬一房價跌破 跌破800 是 那你寧可怎麼樣 不要了 我不要了 對 我750再買回來 我700再買回來 對 那你知道現在大陸的房地產是怎樣 三折耶 兩折耶 好慘喔 那你當初 買預售 是 或者你跟那個 他們規定好像是 買的時候就整個 就 房子還沒蓋好就全部貸款了對不對 他貸下來就全額全部都要給建商 根本就是 對啊 就券商就跑掉 哪有這種回事的 你房子都還沒蓋好 你就敢把錢全部給建商 對 那你活該嘛 你幹嘛不買預售 他們買了預售 他們買了預售也要把所有貸下來的錢全部給建商 那你幹嘛要買預售 你幹嘛要等房子蓋好再來買呢 所以你買預售的你都活該啊 對不對 那是很可怕 哪知道 那時候每年再漲這個月不買下個月再漲20% 那你擔心買不到你就要承擔這種後果 對 像我從來不買預售屋的 我寧可少賺 我寧可等它蓋好 對 看到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見過台灣 那個台灣前煙角木那個時代 然後什麼建商都有 可是預售屋蓋到一半跑路的人也有 對不對 那我寧可怎麼樣 我寧可不要去跟它炒預售屋啊 對不對 我寧可這個房子我看到了 而且也幾年了 沒有漏水 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我再買 那預售屋你也不知道 交屋之後會不會品質一大堆 很爛啊 對不對 你越是賣方市場 大家都在搶 券商 那個建商的底氣很高 蓋不好你也不知道 它很容易才把房子賣掉了 隨便隨便蓋給你 等到你交屋了 貸款都你在背的時候漏水 什麼的一大堆 問題就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寧可怎麼樣 買層屋 實在 而且有需要才買 我那天帶我小孩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錢賺了 自己房子購住就好了 你想住大一點 那就買大一點 但是不要去跟人家炒房 是 好 老師這即便是房產一樣 是富貴穩中求的概念 穩 你看得到實實在在的 這樣子 你才能夠讓你自己成為真正贏家 好 來 今天老師幫大家從ETF來看到 現在台北股市的一個 主要的成敗的因素 就是來自於ETF 那ETF也看到現在外資在大賣 那究竟大盤什麼時候決定 當然還就是看外資什麼時候 他們的表態回來 然後呢 不要再砍了 好 那所有包括全職股也是如此 那繼續看囉 來 今天贏見股還是不錯 對 還是不錯 但是今天大盤怎麼樣 已經上來了 對 今天是先往下殺死 那大盤上來了 破底 今天盤中是先破 好 今天大盤上來了 你去砍了 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 可是我跟你講啦 你如果說是因為你滿手融資 那沒辦法 那沒辦法 對 為什麼 保命要緊 是啊 留得青山債 不怕沒拆燒 那你獻股的 你就沒什麼好擔心的嘛 是 我就都告訴你了 反正一張不賣 奇蹟自來 我們過去我的股票都是這樣 是 問題是 你因為大家在恐慌 你跟著去砍的時候 你砍掉了 這就是馬雲的嘛 昨天很殘酷 今天很殘酷 明天很殘酷 但後天會很美好 那我一次跟各位講 你就是不要過度槓桿 你一定要把你的資金規劃好 我們昨天在加碼 我們今天還在加碼 那為什麼有辦法加碼 因為我有資金 我有幫你算好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你就all in了 是 那就沒辦法了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老師一直在講嘛 不要 我讓你買五檔 我們不是不會套啊 可是我們手上總是會有比較強的 對 對不對 那強的是不是可以獲利了結 是 譬如說這一波談上來 強的他可能會先上來了 誒 上來之後我們怎麼樣 先獲利 我們獲利了 資金回來 我獲利我資金出來了 對 我是不是還沒 還有還沒漲的 對 我是不是可以再去加碼 加碼 對 這就是老師的策略 這是為什麼要分五檔 為什麼不要單一重壓單一一檔 然後再來為什麼資金要控管好 對 不然這兩千多點白疊給你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 六月初黃仁勳來的時候 大家嗨翻天了對不對 跟著跑夜市 有沒有 跟著照相 吃肉粽也要跟他照相 有沒有 吃水果也要跟他拍照 從他回去之後 都沒聲音了 對 但是各位這是六月 對 天天漲 到七月 我去美國兩個禮拜 也繼續漲 對不對 好 可是就這兩個禮拜 是 把過去一個半月了 全部都 全疊完了 沒錯 回到黃仁勳來的時候 就六月十二號對不對 對 有沒有 是 回到黃仁勳來的時候 所以 黃仁勳來了之後 所製造的旋風 怎麼上就怎麼下 怎麼上就怎麼回來 而且非常快速 那重點是怎麼樣 重點是 你看這兩天已經沒有量了對不對 對 可是你把它劃回去到這個地方 黃仁勳來了之後 在這一波 哇 量超大的 當沖的做當沖有沒有 追買的去追買 所以這裡就套了一堆人了嘛 那 我之前已經跟你講過了 外資他會回來 但外資回來不跟你保證他要買什麼 不保證他要幫你抬轎讓你解套 嗯哼 沒錯 你懂嗎 懂 所以外資再回來有可能風向會變了 是 比如說我剛剛跟你講00940 嗯 其實老師您在週日的直播也有講到 當他們一旦資金從原本的 季期高的撤出之後 他就會轉往低季期的 00940的成分股有很多 對不對 對 其實他就一跌下來又破 又破發了 是啊 對不對 所以就連10塊都破了 對啊 來 他回來他們有一定要 要再回去買原本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經過了這一個半月來 嗯 上面的怨念很深 就亂了 對不對 嗯 可是00940裡面 也有其他成分股啊 對 他就沒有一定 非要再去做聯發科了 是 他也沒有一定要非要去做什麼 嗯 日月光啊 他可能就轉其他的 還沒漲到的啊 欸 那搞不好去買00940其他的 嗯 成分股對不對 對 還沒漲的啊 機器低的啊 我就覺得有可能他會去買裡面的 為什麼 如果換作是我呢 我現在教你們 嗯 但是如果 你懶得做功課 你就直接來跟我 因為這就是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是 或者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嗯哼 940裡面 嗯 0940裡面一定有什麼 嗯 還沒想到 有下半年會成長 對 嗯 那00940也有下半年會衰退的 對 對不對 所以00940裡面 嗯 下半年會衰退的 你覺得外資會去買嗎 不會嗎 嗯 那00940裡面一定是有 下半年會成長的 嗯 會比上半年好的 對 那外資就會去買這一些 嗯哼 這讓你懂嗎 懂 所以 正好這一波拉回 嗯哼 給大家怎麼樣 冷靜一下 嗯 然後重新再去想一想 你要買什麼股 嗯 嗯 你是要買下半年會衰退的股 還是要買下半年營收會成長的 嗯 對不對 嗯 像今天有一檔 承蓋股很強啊 金像電 2368金像電 今天的PCB當中 金像電算強 來 今天是不是很強 是 為什麼 我當初有沒有跟你講說 它的季報公佈之前都很安全 沒錯 很安全嘛 對 很安全但是如果你去追230的 我就沒有辦法跟你保證了嘛 嗯哼 我們當時這兩金像電 我們是在200以下帶你布局對不對 對 1900 我記得我們全聯合班第一次讓你買207 第二筆加碼讓你買1900 對 1900的 你看 你有發現它這幾天就是殺到200 附近就開始有人接了 又上來了 對 今天又上來了 是 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 嗯 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在禮拜天直播告訴你說 這幾天 嗯 外資這一個月來 買超的 嗯 在這幾天 到明天 是 月底作帳 31號 它有機會怎麼樣 放煙火 有機會放煙火 對不對 所以你看啊 投信這裡天天買啊 對 在壓什麼 第一個 不但壓月底作帳 還壓什麼 紀爆 對 因為它紀爆有可能繳出史上 最漂亮的營收的獲利 所以這兩金像電就一直沒有下去 是 對不對 嗯 好 嗯 那還有一檔 精彩 3374今天也很強 哇 有沒有 誇張欸 是不是 投信 是不是月底作帳 是 因為精彩不就是這一個月來 投信一次買嗎 對 有沒有 所以啊 現在月底作帳了 對 對不對 那我現在我有告訴你喔 嗯 我有跟妳講喔 你要小心喔 明天還有一天對不對 今天這一個一定又是投信大買 對 可是有沒有發現投信大買 誰在出貨 外資啊 外資在出貨 對啊 一個買1500又賣1600啊 所以今天 不管外資怎麼出 搞不好今天又幹嘛 三大法人同步大買 把他撐到明天 可是你要想他就是要撐到明天 他要撐到明天 好 好 提醒大家囉 這一檔 老師是一直幫大家做追蹤喔 領先是想先 開始幫大家做預告 120 130的精彩 然後到今天 你看他撐到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老師也特別提醒大家了 真的 老師真的佛心來著喔 能照顧大家 能幫大家的 能提醒大家的 好來 好 所以指數翻紅了 來 那我回來 我要講我的主題了 好 藤姐一貼拜一貼 我這樣給妳講完了 是 來 景氣亮熱絡紅燈 我記得我曾經有拿景氣訊號對號燈拿出來跟你講 對 藍燈 對不對 綠燈藍燈黃燈紅燈老師都有解釋 我告訴妳 它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哪裡 藍黃 藍黃 在藍黃跟綠這中間 對 有沒有 所以妳只要藍黃跟綠這邊 甚至妳在藍黃 甚至藍買 妳絕對是最安全的 當然大家都不敢買 對 紅了的時候就是大家拼命追的時候最熱 最熱 所以現在是不是熱 現在是熱 但是有沒有過熱 就是這一個紅燈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這股價已經先見 已經創新高了 就是說指數已經創新高了 那如果有一天這紅燈轉成綠燈 那指數就不知道摔到哪裡去了 可是這一天現在會不會來 還不會那麼快 為什麼 因為要降息 對不對 要降息 妳就看這個燈會熱多久 會熱多久 可是我再跟你講 提醒 一般都是買在這裡 是 你不要跑到紅燈了 賣在這裡 賣在這裡 我講的是整體 整體 懂 比如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有沒有 特助 再麻煩妳幫我把那個 警細訊號燈 現在最新的警細訊號燈的這個圖 我們用這個過去五年 用過去十年 過去十年跟股價走勢拿出來 做一個對比我們再拿出來講 我們明天再拿出來講 好 我今天才跟你講鋼鐵對不對 對 其實今天 老師昨天對比的那四檔 表現都還不錯 鋼鐵 現在消息出來了 中鋼上半年賺錢 是 年增 年增一倍 對 107% 2002中鋼 來看中鋼 你今天大盤這樣300多點 它算逆勢抗跌對不對 對 它是很穩 很逆勢抗跌 好 來 所以我特別 我也請我們特助做一張表 老師很用心的 老師有發現一些什麼樣的資訊 盡可能能夠提醒大家的 來 我做事情盡量講求數據 是 我把 我既然跟你講說 降息原物料會帶來利多對不對 對 那我就把過去這幾年來 從2018年 從2020 2020 你記得在這個宣布 宣布降息 對 來 你這張不夠啦 至少要做10年以上 你就過去20年 鋼鐵 對 就至少要做過去20年 結果5年其實說服力不夠 特助聽到沒 至少要做20年 好 來 先從這邊看 那我先講這2000年 2020 這時候是不是SARS 對 疫情 不是 就是COVID-19 對 好不宣布降息 2020 對不對 那降息之後其實 這一段時間到這個高點 鋼鐵類股 從降息以後的波段漲幅是 276% 276% 老師直接抓鋼鐵 在過去這 5到10年 因為我這時候就要用我腦袋刮的 數據 數據 對 老師所有的Data資料 這叫什麼 AI頭腦 AI精頭腦 好 從1995年 好來 1995這邊 這邊就來一次了 30年前開始看齊 1995這邊就來 葛林斯潘當聯準會主席 哇 葛林斯潘 這你知道老師的記憶力有多強大 你看他升息 那鋼鐵類股就下來了 是 升息 鋼鐵會降 那降息 鋼鐵會升 那在這個地方 他就開始降息了 是 這個地方開始降了 我現在是鋼鐵類股指數 我現在不是加全指數 現在單單就鋼鐵類 好來 這地方 他開始降息 你可以知道 降息後 降息後 因為這邊不是亞洲金融風暴嗎 1998年 對 對不對 亞洲金融風暴 然後後來網路泡沫 對不對 可是他們在那邊開始降息 降息 降息後 降息後 鋼鐵股一路上去 對 一路上去 這05年 是 對不對 這05年 好 然後呢 之後 之後 他開始升息 他那邊升息 2007 2008 這邊不是發生次第風暴嗎 對 這一段他在 這一段他降息 這段降息 他在這邊開始升息 他在這邊開始升息 所以發生什麼樣 次第風暴 鋼鐵就 次第風暴 好 好 那到這個地方 不是2008金融海嘯嗎 對 那海嘯發生之後 那個什麼 那個 雷曼 事件 有沒有 雷曼事件啊等等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就柏南克當聯總會主席 所以柏南克開始 QE1 QE2 QE3 連續好幾次的QE 對 有沒有 連續好幾次的QE 可是在這邊 連續好幾次的QE 你有沒有發現 鋼鐵類股指數 在一開始的QE 它就反彈上來了 對 有沒有 好 這裡是哪裡 歐債危機 這裡是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 它再來QE3 有沒有 它再來QE3 QE3 有成反彈 有沒有 那這個是怎麼樣 無上限QE 因為那個是什麼 疫情的開始 疫情開始 對 對不對 好 那現在 這一段是在跌什麼 不就升息嗎 對 對不對 升息嘛 那升息一路下來了嘛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就是在這裡啊 那如果它準備降息了呢 準備降息 準備降息它不會再 它 要再降息它就不會再下了 那降息它就怎麼樣 就開始 它就會上了 就像這樣 那現在差別在說 那這一波降息之後 有沒有機會過前高 欸 它降息之後有沒有機會過前高 降息的慣性是下 那你要這樣看喔 降息的慣性是下 降一波拉回在這裡 對 對不對 打了好幾年啊 因為我說鋼鐵這種是十年一個循環 對 差不多 十年一個循環啊 對不對 五到十年一個循環嘛 你如果09到這邊就十年嘛 那短循環就是 有沒有 殺到底到這邊 兩年 有沒有 兩年兩三年 好來 好那 十年一個大周期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是怎麼樣 房市很熱嘛 對 那航市 房市很熱就會有需求嘛 對不對 好來 那 上去 抵在這裡對不對 上去 抵在這裡啊 那如果再降息 那它再上去 這一波跟這比 這個是過前高嘛 對 對不對 那我們的台股成交量 從這個時候成交量 跟這時候成交量 再對比現在成交量 是不是更大 更大嘛對不對 對 那更大如果 你就記得說 現在的資金 會突然一波 蜗蜂就去做某個族群 對 所以營建指數是不是創新高 是 對不對 好像前一陣子一波蜂跑去做航運 可是航運因為怎麼樣 兩三年前怨念很深 對不對 那除非航運就是要再走一個 比如說連漲一兩年的大運價 有沒有 那現在 錢很多啊 我們台股就是因為 錢越來越多 對 對不對 成交量 那台灣如果錢很多 如果下一波真的要炒鋼鐵的時候 那搞不好會過這個高點 對不對 因為這個高過這個高啊 那慣性來說 會不會再過高 然後再加上需求的一個增加 對啊 無論是房市車市的需求 老師昨天也提到 我在我跟妳講完 但是妳要抱得住 為什麼 因為妳要先經得起什麼 妳要先經得起症 可是如果你真的嚴格來講 這一兩個月大盤大跌 妳有沒有發現 妳有沒有發現 它是不是很抗症 對不對 這 七月這兩個禮拜來 妳有沒有發現它很抗症 有沒有 比台積電抗症 比聯發科抗症 是比較耐症抗疊 有沒有 對不對 耐症抗疊 然後再加上接下來 假設降息開始的話 就是輪到它 可是妳要等 因為這種是怎麼樣 是一個 大循環 它時間軸要拉長 時間要拉很長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辦法抱的話 明明就在絕情谷底 對 那妳就 妳就不要做這個 為什麼 就跟我那時候 跟妳講智慧一樣 妳抱不住 我智慧我也是跟妳講 我看一個趨勢 因為解封之後 大家出來玩了 哇 遊樂園生意變好了 可是遊樂園 它要等怎麼樣 設備用壞了 維修 維修了 那妳的東西都沒有新的 我要去別家玩 我們要再更新 所以這個會遞延 但是最糟的谷底 老師就請妳 買在絕情谷底 那那個時候的股價 是不是就在谷底 好 那再來 最近不是外資前幾大跌點對不對 對啊 那這一張 來 請妳看一下 好 這個就從2018 2018 每次外資什麼 單日賣超 單日賣超 前幾大 前幾大 來 第一大是哪裡 4月19號 單日賣超 單日賣超 第二大呢 就是前兩天 前兩天 對 那天跌 982點那天 對 禮拜五那天 好 來 第三大哪裡 第三大 在2020年 20201月30 是疫情剛爆發那個時候 賣超 第四大是 那個盤中跌1400天 那還不是最大賣超 所以那第四 對 那第四大 這是疫情剛爆發 然後那個時候是三級警戒 好 那第五大呢 在2018年10月11 這是什麼事件 川普 川普 對 川普開啟 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 2018年 是的 好 第五 然後第六 來 每次外資大賣超的時候 我很喜歡這種數據 我是不是跟你講 我每次看到外資大賣超的時候 我就知道怎麼樣 眼睛燈大 準備減甜甜價 很多暫時 你不要不想想 這個我們影片之前都錄過了 對 對不對 特殊麻煩你只要 之前我們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遇到大賣超的時候 我說我超喜歡大賣超 大賣超 後面怎麼樣 就會有 我們就閉著眼睛等他回來買 對不對 很多鑽石出來 今年一月不就這樣子嗎 對 這是什麼 史上第十五大賣超 就是非常 你被嚇到 凶 你現在被嚇了沒 我想我們成成家族同學 對這個東西 應該很無感的嘛 對不對 不會怕 你會怎樣 建立心喜 你會建立心喜 對啊 前幾天外資是不是砍 七百八十二億 是不是十張大賣超 對 第三大 單日賣超 外資會砍這麼凶 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 會賣很多的台積電 才會這樣 對啊 才會那天指數也是大 對不對 一定是賣嘛 這邊都他在砍啊 幾萬張那都外資砍啊 我們賞戶 砍不了那麼多嘛 你看今天量這麼大啦 今天一定有外資在加賞戶追 然後請你看一下喔 外資這點砍誰在接 八大行庫 所以啊 國安基金賺啊 對你要站在哪一邊 八大行庫賺啊 對 現在外資又要來追了 嗯 當初他這 一二十萬張在哪邊追 他都追在這邊啊 就要自己砍嘛 砍完現在再來追這邊 外資沒有比較厲害 外資砍了七百八十幾億 就1月16號 所以我是不是告訴你 同樣一支股票 外資在這邊賣 然後呢 我們的劉小姐 沉得住氣 抱緊緊 你覺得誰比較厲害 是不是跟著我們新法座比較厲害 當然 選舉 那時候 17號 我記得好像是17嘛 117賣119買回來 對啊 117賣了782億 對 然後119買了807 因為台積電開完法說認錯 沒錯 買回來 所以 他大賣超 差不多底部就要到了 因為 有本事你就給我繼續再大賣 你最好1000億啊 因為他都一天都賣了 快賣了1000億耶 那有本事你天天給我賣1000億 對不對 每次外資大賣超 我跟你講 愛心價比起來 愛心他拿起來比 為什麼 他給你殺出甜甜價 是啊 如果要今天換出我怎麼樣 房子沒貸款 我再去怎麼樣 貸房貸來 貸房貸 然後怎麼樣 我有保單還沒借的 我就給他借出來 現在銀行不是常常喜歡 要 有沒有辦信貸 先生有沒有辦信貸 你們這麼喜歡借錢給我 好來啊 我跟你借啊 因為有這麼好的 天上掉下來的好機會 這麼好的事情 對 對不對 當然要把握 洛克菲勒給兒子的38封信 他的投資 銀行借錢給他 他來投資 對 可是前提是你要買對 你們借了錢來投資 但是你不要去做融資 是 這有差別的 我說你種房貸來做 你的房貸是每個月慢慢繳 你就從你的戶頭 股票帳戶 化波帳戶裡面 每個月拿去給他扣 是 信貸也是 信貸至少7年 7年可以讓你承受 熬過什麼 熬過 像2022年這樣大跌的一年 有沒有 你熬過了 還沒7年嘛 對 不是就創新高了 所以 你要懂得理財 就是借來投資 你去信貸 你去保單貸款 你去房貸 都可以 但是千萬不要把你的錢拿來做融資 懂 因為融資 開槓 沒有人保證股票的高跟低 100塊的台積電 低不低 很低啊 對 可是100塊的台積電 100塊的台積電 你要承受怎麼樣 2008 在這裡 你看起來很小對不對 很小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股價 要1000塊的台積電 麻煩你看一下 2008的台積電 從100塊跌到30塊的時候 你也是要被融資斷頭 所以 老實說 100萬剩30萬 可是如果你是用融資 你當初買100萬的台積電 你只要拿40萬對不對 可是100塊跌到30的時候 你是跌掉70萬欸 你只用40萬 問題是跌掉70萬 你只要把你的本給虧掉了 可是如果當初你100萬 你是用融資 對不對 你不要用融資 你用現股 你是拿你的房貸 我現在舉例 同樣100萬 你買台積電 你戶頭有錢 你用融資 你只要拿40萬出來 你要跟證券公司借60萬 對不對 對 可是台積電從100跌到 30 30的時候 你是虧70了 對 你虧70了 你是不是跟證券公司借60 對 你跟證券公司借了60 你手上只有40萬 對 你把40萬 給證券公司 你還差怎麼樣 你還差20 你本金沒了 可是如果你不是跟證券公司借 你這個60萬 你是拿房貸 拿信貸 台積電到30塊的時候 你不用被 你不要賣台積電 你帳上是虧沒錯 但是 但是你不會被斷頭 對 證券公司不會跟你要錢 是 你只要每個月 房貸再繼續繳就好了 對 那你房貸 你借60萬 對不對 60萬的房貸 我們那時候利率那麼低 對 一年才要多少 一個月要繳多少 一百萬只要 一年 一百萬一年大概 一萬 兩萬 只要 五千塊就好了 不用五千 一個月只要 本利不用五千塊 對不對 那你熬過去了 你就每個月本利本利 就算不是只繳息 本利本利 那你就從你戶頭 弄個三五千塊 甚至你有在上班的 那你就把那五千繳掉 你的台積電你不用去停損 是 你不用停損 你現在放到現在 你不是大富大貴了嗎 這叫投資 對不對 因為 一百萬的 如果你是一百萬 你在那時候 你是買十張台積電嘛 對 對不對 十張台積電放到現在 那是多少 一千啊 一千啊 十萬變一百萬 你的一百萬變成一千萬 再加上這二十年來給你 分得多少鼓勵 所以 你要做融資 你要有做融資的本事 沒有 我就告訴你 一樣要做槓桿 不要開融資 你可以拿你的房貸來 你可以拿你的信貸 都可以 因為不會被斷頭 那你懂嗎 我已經 我從來到投屋江湖 我就跟你講好幾次 我說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而且你跟券商借融資 那個利率是比較高啊 不是嗎 這就是投資的觀念和心法 老師又教了大家一課 你這在外面絕對學不到 這個看節目聽節目 你就能夠知道 老師會願意交給大家的 這是老師 過去二三十年 老師的淬煉出來的心法 好 好 所以看到這些跌點 累計出來 統計出來 老師跟大家做了分析 好 那既然有最大跌點對不對 對 每次外資賣超 我現在就做個統計 剛剛是 這是外資賣超 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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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跌點 這不是賣超 外資賣超 這是跌點 那特殊蛋白房 你做一張外資大賣超的排名 對啊 來 我跟你做統計了 現在指數高 所以我早就跟你講過了 1萬塊 1萬點的時候跌5%那是500點 2萬點的時候跌5%那是1000點 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股市 一定會常常創造出什麼 最大跌點 可是我現在把過去的拿出來跟你講說 有大跌點的當下 是 來 2022年11月 來 發生最大跌點的三個月後的報酬都是真的 是 所以你千萬不要再最大跌點的是賣股票 你只要熬兩三個月 照理說指數反而是漲的 對 對不對 2000年一樣 三個月後是漲12.% 半年後是漲26 是 對不對 2021年5月 這就是那時候 對 三個月後 暴發的時候 對 阿公店事件那一段時間 對 對不對 來 三個月後3.9% 指數然後半年後5.2% 2018年這個時候是川普那時候貿易戰 三個月後指數平平 半年後呢 漲10% 漲10% 對 指數漲10%很恐怖 對 指數漲26%很恐怖 就很多了耶 懂嗎 指數 好來 2020年1月30 就是疫情剛開始 第三大跌點 對 史上第三大跌點 三個月後是跌3.8% 可是再放三個月半年後怎麼樣 11% 那這兩個沒有數據 因為這兩個是最新才發生的 那4月19號 盤中跌1000點對不對 三個月後漲多少 最高來到17% 那這個是這個月發生的 我們到時候來驗證 我現在來給你看 老師有一個1990年 那你知道這什麼事件嗎 1990年什麼事件嗎 這一年我進清華 1990 郭婉龍事件吧 我記得是郭婉龍事件 郭婉龍事件 那當時台股也是 從一兩千點漲到一萬兩千點嘛 那時候漲的都是什麼 資產股 營建股 金融股 對 國泰金 有沒有 對 所以我才要告訴你 只要在漲資產股 營建股 金融股的時候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漲坑基股都還好 漲資產營建 那就是大泡泡 所以你看那個 那一年一下去就這個 但是台股現在的結構 比以前健康很多了 是的 台股現在結構比以前 所以這種事情比較不會發生的 好 懂了 你看老師很用心幫大家 也做出了這樣的一個排行 讓你去了解建股之今 在大跌過後未來的一個行情 好 很可愛喔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對 老師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兩張台積電換三張環球晶 太可愛了 最近老婆看他的眼神 都變得不一樣喔 因為他兩張台積電 他賣在800 對 因為後來 因為台積電後來到1000 對 但是他換了三張環球晶 他三張環球晶應該換在高點 他不是買在 因為台積電800 台積電800那時候 台積電800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直接對照 2330的800塊 在這裡吧 在這裡吧 假設在5月份的話 這裡啊 4月多 5月多 好 那就算520好了 那我們只好 6488 那你如果說 6488 同樣那個時間520 假設我們同樣抓我 好 我記得他這個我們上次有講過 對 我們應該講說你換的話 那其實如果你800 兩張 1600嘛 1600可以換三張才 對啊 可以換三張嘛 對不對 那三張 他後來如果說 你800到1000 40萬 兩張40萬 對不對 那三張其實 你的成本如果是在 520 我們不要講500 因為這波下來他520 好 如果你是在520 到59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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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他少20幾 但是他有可能 你如果環球金這一波沒賣掉 他又回來了 來 他成本526 對 他說他的環球金成本526 對 但是你還是有賺嘛 如果到596 那時候你有跑 你還是有賺 但是如果你沒有走 你就是回到原點 對 回到原點 那你賺了怎麼樣 兩萬塊 兩萬塊 可是喔 來 但是 我跟你講 秀蘭姐一定會給你交代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老師直接開金口 我真的我跟你講 秀蘭姐一定會給你交代 我不信你等著看 是 你等著看好了 老師都已經說 對老師昨天其實你有錄了一檔紅 因為環球金他要提交財報 他上半年財報 跟去年比一定不好看 因為是衰退嘛 因為你看到第一季第二季 就是營收就衰退了 再加上最近有駭客事件 對 所以這幾天在跌 一定是在跌財報的利空 對 利空反應 先反應了 可是你要看的是怎麼樣 反應完 下半年 利空出鏡後 下半年 那下半年 他下半年的成長的爆發力 絕對會比台積電高 秀蘭姐自己都講 因為台積電的股價 已經去反應他 接下來的爆發力了 可是環球鏡還沒反應 是 然後我最近又有跟你講 大陸現在已經半個中國泡在水裡了 是 半個中國泡在水裡 你知道裡面要多少 電子零組件 電子零組件嗎 不管是車子 不管是生活家電 你知道這一波後面會刺激起來 已經不是成熟 不會是先進製程了 這一波刺激起來的就是消費電子 對 消費電子 那環球晶本來就不缺先進製程的訂單 因為台積電就是他大客戶 對 所以環球晶這一波他營收沒有掉那麼多 就是因為有記憶體 有台積電hold住他 那現在就等了怎麼樣 等消費電子的那個什麼 消費力道復甦 只要一復甦那你等著看他營收 他的獲利絕對超過什麼 國劇跟環球晶 跟那個台積電 對 那股價會不會上一千 那就看法輪 敬請期待 就看法輪 對因為這一招就這樣 而且秀蘭姐自己都講了 會季季高對不對 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 然後未來會季季高 那所以你就等著期待著 第四季要進入他們的旺季的時刻 那接下來老師說的嘛 秀蘭姐會給各位交代 那至於交代會給到多少 那就看秀蘭姐的誠意啦 還有點時間 那我們來講別的 好 老師你昨天有 我很久沒解新聞 來跟大家解一下新聞 來 來 非AI 通用伺服器在受從 通用伺服器 不要再去怎麼廣達技嘉偽創了啦 通用伺服器就是傳統伺服器 傳統伺服器 為什麼今天金像電也在漲 因為金像電的印刷電路板 它過去這幾年 它的營收成長動能就是在傳統的伺服器上面 那它還沒有接AI伺服器的訂單 所以是這一塊 所以說第二季全球伺服器出貨年季雙針 這就是解釋為什麼金像電第二季的營收會創歷史新高 讓你懂嗎 嗯 好 可是 除了金像電呢 通用伺服器的還有誰 嘿 還有誰 嘿 杏華啊 伺服器管理IC啊 嗯哼 對不對 新唐啊 嗯哼 新唐 嗯 出給Dale的也是傳統伺服器的電源管理IC啊 嗯 嗯 懂 好 好 金豪科我們之前跟你講過了 是 對不對 這一檔很會喜喔 殺很兇喔 對 這一檔來我們所有的班 我這一檔我讓你全身而退 是 最後是不是全身而退 是 我們上一波金豪科 3006 4月19之前這一波 我沒有讓你套這邊對不對 嗯 有沒有 我是不是讓你套這邊 我們沒有走對不對 嗯 給他殺到這有沒有 一樣嘛 我要帶你去殺 我就是笨蛋 有的開買主持賣 你就是再多等一個月嘛 對 多等一個月 是 85 87你還是可以賣到100 嗯 你不願意等的 你還可以賣90 嗯 有沒有 有 那現在要回來了 嗯 已經知道轉虧為盈了啊 對不對 開始賺錢啊 可是開始賺錢 等你知道股價回來了 嗯 對不對 這不一定要等到營收公佈嘛 懂 所以之前就100塊就有回來了 嗯 懂 可是 不會操作的人 如果這段時間你是我們的新會員的 嗯 這個這樣一下去又遇到盤中跌1000點 你一定嚇死了對不對 ETF也在殺 台積電也在殺 對 那時候就一堆人又在講空方言論了對不對 嗯 嗯 但是因為你跟著我嘛 嗯 你不用擔心嘛 嗯 再多等一個月 嗯 兩個禮拜 它不就回來了嗎 對 所以現在的意思是一樣 對 股票不要亂砍 嗯哼 特別是我的股票你不要給我亂砍 現在很多股票可能也是長得像現在這個位置 你這時候去砍四位你怎麼辦 對啊 你這時候去砍四位你怎麼辦 然後後面衝出去到200 或者 剛剛給你看那個很強的精彩 你這時候去砍精彩那你怎麼辦 對 你如果砍120 130 結果後面他就衝出去了 你真的是 追都追不回來了 嗯 像昨天老師您講的那一檔也是啊 如果你砍在昨天的話 你今天看了就傻眼了 對 今天還上去了 嗯 對啊 金箱店也是啊 嗯 這一檔齁 嗯 我在等你喔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 我覺得我們這樣不太好啦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中國菸大水 他會很賺錢喔 他會很賺錢 因為他做車用的 他用車 他做車用 他做車子上面的電子零件的 好 車子上面的電子零件 那你如果會做功課 我都這樣跟你講了 那你 你如果可以去找得出說 哪家公司 他在中國的車市裡面 他的這個 營收占比是很高的 那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留意了啦 順藤摸瓜嘛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這樣找的 你就來直接跟我做這一檔就好了 嗯哼 今天這一檔 大盤跌下去的時候 大盤這時候殺300點 他就已經回到平盤了 他就是耐震抗跌啊 因為他接下來就是要進入他的旺季 而且他還算高股息 對不對 他還是高股息 成本幫我之前帶你做這一檔 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老師手上的幾檔股票 各位你要跟緊跟好來 因為接下來呢 就要準備進入他們的旺季了 所以跟緊來 這個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自己來問 你自己來問 因為昨天到三 今天過一個晚上了 我不知道 搞不好已經沒了 自己來問啦 加賴文 打電話問 這是因為優惠啦 是 沒了就沒了 沒了就是原價 那你再來就是原價了 所以你還可以來問 如果你要優惠的話 就光憑今天的 就光憑今天的 指數 對不對 就光憑今天的指數 開低走高 有沒有 我就可以告訴你 你真的節目不要亂看 就好好來跟著我們操作 是 懂嗎 好 講得很清楚很明白 那現在呢 也不要去亂砍亂殺股票 因為就是這句話嘛 今天很殘酷 明天很殘酷 後天會很美好 但是絕大部分人怎麼樣 在明天晚上就動沒掉 所以不要砍在絕情谷底 絕情谷底是給你買 是要買在絕情谷底 不是砍在阿呆谷底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要懂得分辨 那怎麼樣去買在絕情谷底咧 直接跟上 加賴小老鼠HYH888 或電話接通 022-542-9977 老師現在都幫你準備好囉 第四季 輪水長 第四季 老師告訴你的消電車店 老師又看好了誰 直接來跟上囉 再次感謝晨晨老師的分享 那個節目不要亂看 因為一下說多一下說空的 你這樣看 你這種節目跟久了 互多互空 使人風 財富縮水台北股市中 真的 所以 老師的心法都是 這張幫我寫出來 我們好久沒用 心法就是如此 互多互空 使人風 財富縮水台北股市中 我剛剛已經用台積電給你做例子了 你每天殺進殺出 不看產業趨勢 我告訴你 那就是100塊你買到台積電 也會被你再50塊給砍掉 我說真的耶 我同學在台積電 我公共信我同學在台積電 他就說台積電那時候 100跌到30幾 後來漲回來50幾 他就把它賣掉了 好可惜喔 賣掉20倍耶 他自己在台積電上班 他居然 那時候他沒有早一點 現在來請教晨晨老師 所以 不要做這麼短 我說真的 有波段可以賺 巴菲特的財富 98% 98% 是在他50歲以後 50歲以後累積出來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就是一支持續買進好公司 一支等公司成長 跟著公司的成長賺錢 所以這段時間股價沒漲沒有關係 人家公司還是很認真在接單 每年會發鼓勵給你 對 在你解套前你可以先賺鼓勵 所以這天不是公司一支一支都除息了對不對 沒有解套前你可以先賺股息啊 是 解套之後 解套你就已經先賺股息對不對 對 我成文班正告訴你嗎 先賺股息啊 對 再賺股價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放定存不就是為了賺利息嗎 對 那定存一整年你定存你也都沒動啊 為什麼你定存你可以都不動 那你就為了領他一趴兩趴 對不對 有人定存他五年十年都沒動耶 對不對 那你就為了領他一趴兩趴 你可以放十年的不動 那為什麼股票你就沒有辦法放了 對不對 老實說股票股價會掉 那掉不是很好嗎 更甜沒有 掉更甜啊 你如果每個月有帳班有多的錢 那有更甜你就繼續買啊 就當存錢啊 對不對 你們都願意存ETF 為什麼不願意存個股咧 對啊 我都喜歡存個股 因為你ETF 漲上來都比較慢 我超喜歡存個股 你看最近中小型股這樣一殺下來 哇都不是 天上掉下好多鑽石啊 對不對 你要懂得去 唯一你要做的就是不要用融資買股票 我已經講了好幾次 不要給我買融資 不要買融資 好不好 好啦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了 現在已經不是要看七月了 因為七月已經要過完了 明天只剩一天了 接下來是八月 八月有桂花會香 對不對 對喔 你記得羅文唱過那一首 成員對不對 是 八月桂花香 台式八月桂花香的主題曲 對 八月桂花真的會香 特別是我們的陳蓋谷 陳蓋谷更香 好好利用這一波低檔 來跟我們抄底布局 好嗎 外資回來了 就會再幫你抬教了 是 好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 八月讓我帶你匯出 財富全壘打 現在就加入 古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Track號 並且訂閱古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